陳水扁今天跑到彰化 先是跟群眾講話 接著又受到接受這個電台的專訪 所以看起來他這個麻不停蹄 好那陳水扁呢 無聊這個人無聊 無聊加三級 他還在那邊講什麼 神經病啊 扯這些東西 已經扯了很多天了 你看他怎麼扯的 最近 大家在電視上也有聽到這句話 有某一個媒體的主播 主播小姐 竟然 公開 來罵阿扁 神經病 各位 做一個台灣人 射擊的總統 就要這樣讓我們無聊嗎 罵阿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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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 ロー 罵阿扁 呃 s 又外省台灣人 又來用這個東西 又來分化 這很無聊嘛 很可惡嘛 陳水扁他本來就是 你看他八年執政裡頭 撕裂我們族群之間的和諧 以前哪有什麼 本省人外省人 李登輝也有 李登輝可惡 也是從中期有搞這個 陳水扁台灣之子 繼台灣之父 加以擴大 對 那我要講的是說 作為一個媒體人 當然那天的主播是失言 他不應該這樣講 他也不是公開講 是他工程人員 他是不小心 不小心 那也不管怎麼樣 是不應該這樣講 但一個重點是 阿扁是台灣人 台灣人就不等於是 一定是那個 都像陳水扁一樣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 卸任總統 他才四個月而已 他今天走到這個地步 絕對是由心的同情他 可憐他 那劉曳宏曾經跟我講說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你今天怎麼會才卸任四個月 你病得這樣 糟糕沒路 趴趴走一起 你今天看他是非常的心慌 然後他在討舊兵 討同情 意思是說 我一個台灣人的總統 我今天做到這個地步 我給人家祈福 給人家祈福 我們台灣人難道不用站起來嗎 事實上其實說 同情他人有 我們上次看了好幾次的民調 5% 8%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都不要把他當一回事 因為現在就是說 以他目前的心態就是說 你只能就是說他很可憐也很可恨 但是今天他 也就是說大家講 要不要就把他收壓起來呢 但是我是覺得說 就我們來看 犯案有一定的程序 你不能說你看他今天很討厭就把他收壓起來 但他今天他會步步被進步到這種地步 就是他亂的防御 你就要怕了 他怕了 我覺得那個前考試院長姚家文 真的是很丟臉了 還有那個周清玉 周清玉是我們台大社會系的學姐 你一個前考試院長在那樣子的一個場合坐在旁邊 然後看著你的前總統在那邊 這些亂講一通挑撥族群 沒有任何的表示 去就是支持他嘛 而且對他的言論是百分之百之 這個前考試院長 為什麼整個社會風氣會這麼差 除了陳靖北之外 還有這些諸咒為虐的人 這包含姚家文跟周清玉在內 他們你在旁邊看什麼意思呢 你的考試院是用這樣子的風氣來 來激勵我們的年輕人嗎 來選拔我們的這個文官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考試院前院長 真的應該慚愧 回到家裡去休息 不要再站出來啦 我們跑司法啦 我們知道法院的心態 那陳水扁他當律師那麼久 他當然也知道法院的心態 他現在就是把他擺在跟法院的對立面 要抓來抓我 他就氣死我把他當成一個政治犯 看看法院會不會說 不要把他抓讓他變成英雄 那其實這正好 我的看法是正好相反 我研判說特徵組為什麼送到法院去 升壓的大概都會準 就是現在法院不會讓你說 特徵組敢辦陳水扁 我法院不敢辦陳水扁 哪有這回事 我說話跑這麼久 我一直一直講說 不要說你陳水扁 我沒有看到哪一個被告公然跟法院校正 跟法院為敵 最後你討到便宜了沒有 那陳水扁律師這麼久他為什麼這樣 他就是知道嘛 他已經看到那個 那個大軍都已經來了 他躲無可躲了 他是最後一搏看看會不會僥倖 那萬一被抓的話也看看民眾的印象 會不會他是一個政治犯 他這種貪污犯怎麼跟美麗島時代那種政治犯 怎麼能相提並論呢 當然不可以 簡直是侮辱了美麗島 陳水扁是完全是美麗島事件的受益者 很多人官他是受益者 他官也不是為了美麗島事件 是為了蓬萊島 蓬萊島跟美麗島是差很遠的 搞清楚啊 蓬萊島是那個出個雜誌 去侮辱馮布祥 一罵再罵 馮布祥去寫信 叫他更正 他更罵 我記得那個清楚嘛 是因為去侮辱別人對不對 而且不更正 所以判了也沒有幾天 兩百多天了 美麗島那個是 那是政治犯 那是做給你做很多年 他說那這怎麼會一樣 而且那時候 法院對陳水扁真好 真的不是國民黨開的 那時候雖然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 他一審被判了好像一年兩個月 律師不能做啦 律師不能做 律師這個要取消 到高院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我在討法院嘛 他們自己私下跟我講 他說陳水扁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讓他律師 保住保住 不是他們陳水扁去關說耶 那法院的人主動 把他改判成一年 讓他律師資格保住耶 陳水扁的講話 讓大家聽到講很多粗言粗語啦 那些粗言粗語都比較消音 因為現在NCC抓得非常緊 那NCC的標準 現在的媒體都抓抓不太到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沒有事 好像大家都可以講了 他突然就罰你錢 所以現在各台幾乎碰到 那兩個字的時候都消音 陳水扁當然他今天是在為他 為他明天一個更大的操作 在做造勢的動作 因為明天民進黨有就是黨性的延後的活動 所以他這幾天的內容 那種胃口越來越越重 無論如何要把那個氣氛挑起來 就到今天為止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上面那樣子 就是一排掃過去啊 有一個院長兩個縣長 還有還有卸任立委大概有兩個三個 包括江朝瑜等等都在裡面 幹過張華先生縣長的不只周欽玉 連翁金柱也站在後面喔 翁金柱還是教育系統出來的喔 當老師的喔 一度還準備提名要選當黨主席 然後甚至於呢 有一度還傳聞他可能是 文建會主委 他文建會主委 甚至傳聞他可能接教育部部長的喔 他都可以站在陳水扁的後面 我就看到那個畫面對我來講喔 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可是我認為 就是說蔡英文 你必須要有非常高度的堅決 就是說這些 我覺得不是失憶症更好的 最好這些人如果對政治的未來 還有一點點的期待的話 他們似乎把希望放在陳水扁身上 而不是放在你蔡英文的身上 陳水扁的這些所有的動作 我覺得特別站在後面的那些人 讓我覺得他朝主黨之路喔 已經一直在往前走 他一定會主黨 只要在政治上面來講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就是把它給cut下來 或者司法上面沒有辦法關起來 他一定朝著主黨的路走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李登輝當被趕出國民黨之後 他處心機率在做的就是一件事情 他非得把他12年在國民黨裡 培養的勢力從國民黨裡挖出來 陳水扁難道不會不會這樣做嗎 當然這樣做 做出來之後才是保障他自己最好的辦法 因為陳水扁錢還很多 當然以前日本自民黨那種田中角榮都會 我覺得陳水扁的可惡在哪裡 就是說今天人家就是在罵你 就是罵你 他把它闊而大致 就是說 我是台灣人選出來的總統 對不對 因此呢 你罵我 就是罵所有的台灣人 我修正一下剛才向東講的 他要到銀行去換 因為那個錢已經過期了 他錢都藏在哪裡 這個 這個特徵主要注意的問題 這很有趣 就是說 一個人怎麼會有那麼多現款 對不對 那換句話說 你不是只是在銀行賬戶 不是在海外戶頭 你到底那個現款藏在哪裡 對不對 你如果問我 我認為藏在玉山官邸裡面 為什麼 最安全嘛 現在那個警衛森嚴 誰能到玉山官邸裡面去 偷啊去搶啊 沒有嘛 所以去好好查一下 玉山官邸 那個地下室是不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放錢的 否則那個錢幾千萬幾千萬 怎麼可能擺幾年 對不對 拿出來還給那些人 這個錢很舊 他要到銀行去換新鈔 這個不應該查一下 這不是他 那錢誰給他的呢 這當然要查啦 那我要講說 剛剛因為香榮提到 明天就有兩場嘛 對不對 陳水扁自己要辦一場 然後民進黨要辦一場 那民進黨目前還負債兩億 那我覺得蔡英文軟弱無力 無能 他只能去買那個便當 小英便當來募款 那陳水扁呢 有錢啊 白花花的銀子可以花啊 所以你看站他 他後面的人很複雜 因為為什麼 明年縣市長要選舉 你比方台灣縣來講 那李俊義就講說 很為難耶 明天不曉得去參加蔡英文的場 還是要去參加陳水扁的場 那剛剛那個 姚家文被問到的時候說 我當然去參加民進黨的場 但是這個狀況來看 就是陳水扁他的氣勢上來 其實陳水扁他也不用太高興 很多人是看到 他的海角棋異是建國基金耶 所以你的海角棋異拿回來 當建國基金 來組個黨 我們願意跟你 跟著你 因為畢竟民進黨現在負債兩億嘛 所以這個狀況來看 對陳水扁來講 我覺得他是已經是窮途末路啦 那對某些民進黨人 比如說他選台南縣長的人說 哎呦 他還有5%10% 要不要抱著他 不明天很有趣喔 明天蔡英文在台北 陳水扁在台南 什麼樣的場面 明天的 明天的場面當然 平喔 南北平場喔 我說就場面來講 我相信陳水扁一定 就是人數不一定多 但是呢 一定比較熱烈 因為從 從最近的這幾場的 陳水扁的 這些造勢活動來講 我老實講 就是說就現 包括畫面上面 所看到的人氣啊 比他在當總統 即將卸任前那段時間啊 更實在 在他卸任前的時候 其他的人士已經低迷到不行 就是 包括去幫他競選站 站台的時候啊 底下的群眾 稀稀落落落的 基本上已經幾乎是 號召不到任何人 但是在這段時間的操作之後啊 你看到就是說 即使現場來的人 並不是這麼多 可是來的是很紮實的 那個基本上 他們是有感情的 從最底層 所換起來的 所以說陳水扁的這個力量啊 是絕對存在的 蔡英文當然要防的就是說 你即使李俊逸明天 真的去參加挺 挺這個 挺這個 就說挺 挺黨的好了啦 就參加你這個 就是民進黨的 就delay的黨 黨慶 可是當這些人 都公開的講就是說 我不曉得該去挺 表演還是挺黨的時候 這對黨的核氣 傷的事情 蔡英文好像要跟他講說 終須一別 終須一別 明天 蔡英文會不會正式宣告 兄弟 從此大家各走各的路 對他現在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交換 現在 대해서戶口也讀了